我給你 everybody feeling tipsy tipsy 我喝得爛絕對你說聲恭喜 大家好 我是Dudu 今天我來做一個開箱視頻 其實就是很久以前就想做這個淘寶台先 可是一直沒有買淘寶 沒有訂淘寶 然後又不想硬硬訂 硬硬買 所以就是適隔了很久才買淘寶 就是這個一大袋 其實我看到這個一大袋我自己有一點嚇到外 因為我在想我沒有買很多藥 其實 然後我就奇怪說會即將大包來的 然後後來我自己回去看我下單的那個紀錄 然後就發現原來我買了很大樣的東西 現在就馬上來做開箱 看到那個大紙袋裡面還有很多小紙袋 所以還要繼續開箱 我終於把那些廢物的紙袋全部拆開了 所以現在已經看得出每一個包裹是什麼東西 所以現在我就一樣一樣介紹給你們看我買的東西 我這次的包裹是比較裝飾類的東西 就是居家裝飾的東西 就是我馬來西亞服裝飾我的房間 現在我們就來一個一個看 所以第一個包裹OK 就這個在我的眼前了 你看看很多五元六色的娃娃 對就是我買一個這樣子一個價錢 然後它裡面應該很像是有10個 10個小娃娃 因為我房間上面有一個那種 那種 厨啊 紅柱 然後我就覺得如果擺一點五元六色的娃娃 就看到去會比較開心一點 那些章魚啊之類的啦 就是放火 裝飾我的房間的 還有烏龜 所以這個是我第一樣買的東西 第二個包裹的話就直接拆這個 這個你們看到嗎 這個咧 我就覺得很美很可愛 就是音樂盒 因為我想買一點那種白色瓶 就是擺在房間 我就想到 我也不知道怎麼我會買 就是我想買一個美的白色瓶 然後我就上淘寶找 就找到一個音樂盒這樣子的 裝飾瓶 那個淘寶它就會開始拎嘛 拎有相關 差不多一樣的那種商品物品的東西 然後過後就可能就拎到這個 我就安全去看 它是摩天倫來的 它不是已經裝好好了 就是它是很像木的那種東西 然後要自己自己鬥的 所以我就想喔 就買來鬥看看喔 我在鬥這個這個這個這樣喔 摩天倫的時候咧 我也是會拍一個圖片給你們看 它現在咧是 都是拆拆掉的 就是這樣 第三樣 第三樣咧 我就要我買的就是 我的那個 就是窗單 我一共買了三套 就是那種比較 我愛卡頓的 看下去就會很輕鬆 會看下去很沉沖那種 所以都是買那種卡頓的 所以這個咧 我也忘記我買什麼卡頓了啦 這個應該是那種 草莓 第二套 這個是 牛油果 牛油果 這個是牛油果的圖案 還有一個是藍色 藍色它這邊寫童年 就可能就是那種比較 玩具的圖案喔 然後它是藍色的 所以我買一個藍色 一個pink color 一個青色 然後它這樣一套裡面咧 是有四set的 兩個枕頭套 一個床單 還有一個是被的套 下一個包裹 就開這個 這個咧就是 麥克風 因為咧我平時咧 是喜歡唱歌的 就想它有的時候 特空的話就想 可能就是可能 用電話 一邊然後就 拿著那種無線麥克風 就這樣唱 然後這無線麥克風 我覺得很美啊 因為它是整個pink color 就是很那種少女性氾濫 那種 就這樣子它整個就已經很美了 所以如果可能我想要再DIY的話 我也可以再去買那種 blingbling的東西啊 黏在上面 它整個就會更美 那還有附送一個 這樣子的麥克風的套 拔開套 所以套上去就會變成這樣 就很漂亮 然後在那邊唱歌唱歌唱歌 就整個哇塞 整個很美 可是不然我唱得出來一個 好不好聽 可是好不好聽咧 應該是人的問題啦 不過我覺得是好聽力 所以之後咧 我改會運動 這個也是唱唱唱 然後拍那個IG story OK 所以現在咧 我們又 continue 下一個東西 你看哪一個東西咧 OK 就拍這個東西 這個咧 是那個 因為我有時候 房間我想放一點可能香味的那種 那種 就是噴出來有那個香香的那種東西啦 就是那種香薰劑 所以我去淘寶找了 這架香薰劑 所以有些時候就想給房間香一點 因為有些時候咧 因為我們房間有自己的廁所的嘛 有些時候我們都會在廁所裡面 什麼kink 然後 然後會有一些煙味會跑出來 所以咧 就要買一點那種香薰劑 來給房間香一點 可能之後也會買一個空氣 過濾劑 然後買了這個香薰劑咧 我覺得很美 是因為我會買還是因為我覺得很特別 它出來很普通那種會噴那個水出來對不對 然後它裡面咧 它還有一個燈這樣子的東西 就是它有一個這樣子的燈 看到嗎 這樣子的燈 然後這個燈裡面可以放那種圖片的卡 然後你就打開那個燈 它整個房間咧 就會照出那個圖片卡的那個圖形出來 然後就會設在那個牆壁上 還是天花板上面 所以就覺得很美 然後可能也可以拿來拍影片啊 還是照片啊 這樣子的一個東西 所以如果你們想看我用到怎樣的話 你們可以關注一下一個影片 就是我會拍就是我用在用的時候的那個畫面給你們看 接下來呢 我們就看 這個咧 它是有網的 跟這個架 就是那種圖片牆 照片牆 就是這樣子 然後你就可能這樣在牆壁 我要牆壁呢 然後你就可以勾一些可能 照片啦 明信片啦 還是一些可能有創意的卡片啦 娃娃啊 都可以的 然後它裡面還有補充一些材料的東西 所以你們想要看更詳細 我DIY到怎樣的話 你們可以關注我下一個影片 我一共買了兩個 照片牆的東西 那個是比較大面的牆 所以我就買了那個鐵網 還有一個牆耶 我可能只set一個小角落 也是一些照片卡的一些用具 很像這種繩子啊 還有一些鐵頭啊 那種圓圓鋼鐵啊 就這樣子一set咯 然後還有照片的框啊 就這樣子一set 然後它這set呢 還可以給我們洗 20張照片 所以我就洗了20張照片 OK 所以我覺得不錯 一set然後什麼屁都有這樣子 所以一定會有人會在下面留言區 會問 link啊那些什麼屁啊 我是覺得啊 我很可能會沒有放link啊 因為我能夠去找這些link 就在看怎樣先 因為其實我覺得淘寶也很容易找啊 你打一些相關的字的話 它都會跳很多不同的賣家出來 所以你們可以找一些可能性率比較好的賣家 所以我們就來到下一個包裹 下一個包裹的話就是這個 我忘記這個咧 是什麼樂器啊 它是一個樂器 可是我不懂它叫什麼名 就是現在突然間很流行的一個樂器 然後它是拿一首張的 然後我覺得很美很可愛 然後我這麼會買的 就是那時候我跟我說IG 說什麼屁的時候 就有一個廣告這樣跳出來 然後就拍到一隻手在那邊彈了 然後 然後 我就覺得哇這個 這個 這個樂器這樣 這樣可愛然後這樣fresh的彈出來的聲音 又很好聽 所以我就去淘寶找哦 然後 就 買了一個 然後原本 那韋韋咧 是很小的 因為剛才我猜的時候 我順便打開來看 韋韋很小的結果 超級無敵大的 拿出來給你們看 HALIMBA HALIMBA 它這邊有寫 然後它還有 給我們這種 調音器的東西 可以給我們去調音 超級美 我買的是透明的 看到嗎 超級無敵的 我買的是透明的 因為它這個 KALIMBA的這個 這個樂器 它有幾個設計的 最傳統的是每次 這邊這個板 都是用木 木的那個材料 然後我就 就整個 就翻突然間看到有透明的 就整個 超漂亮 超精緻 然後我現在買透明的 所以它的聲音就很美很療癒 就覺得可能有的時候 很悶 可能沒有事做 還是可能心情不好 還是很無聊的時候 就可以這樣做住 然後在那邊 聽自己 自彈 自彈自聽 也是很不錯 OK 我覺得還滿療癒 心靈跟心情 好了 現在還是 最後兩個包裹吧 LAST TWO 來到這個 這個就是一個板 這個板 就是我要黏在牆壁的 這個就是 我不懂叫什麼板 就是這種 它是軟軟的 就是可以用那種 大頭 大頭頂的 頂在上面 看你要掛什麼意思 也是可以變成 照片的板 可是我是沒有打算 要把它變成照片板 就可能 記載一些 可能要做的工作 要進入的一些重要的東西 把它黏在那個板 然後可能有的時候 一睡醒就可以看到 明天要做的東西是什麼 或者是可能可以 有的時候 要抹抹抹抹抹的時候 也可以 點在上面抹它給它看 這樣 要給它注意 然後這個板 我覺得很不錯 就是它的後面 是用雙面膠的 它是用雙面膠的 那個 鋼 你撕開 了對不對 然後你直接 黏在牆壁 兩個 對不對 然後它是 這麼這樣 是那種很 很環保的一個設計 不用買釘 也不用用槌子槌 它就是一個 這樣子 這個這樣子 一個絲 絲黏的一個東西 就是 你的牆壁也 也不會弄到醜醜 所以我是覺得不錯 我就來試試看看 耐不耐用呢 還不知道 OK 所以來到最後一樣了 就是 這個 就是今天的最後一個包裹 這個就是剛才我講的 那個音樂盒 就是擺設品 還是要擺在房間的 一個擺設品 就是也是沒有想到會降大哥 因為我在那個淘寶看的時候 我覺得很像 還蠻小個的 可是來到降大哥 有點想到 這個超美 這個音樂盒 是一個天使 它是一個很像 讓我這樣提著 一個燈的那個 那個設計 它除了是擺設品以外 它也是一個 它也是一個音樂盒 超美 它是要裝 它是要裝電池的 然後它是有附送電池 所以現在我就裝看看 哇 超美 哇 有啊 音樂 很爽音樂 很療癒 擺在房間 可以當作那個桌燈 什麼東西都不想做的時候 就開著這個音樂 如果你不想聽音樂的話 你只想開燈的話也是可以 那裡面有幾首歌的 我忘記幾首了 今天呢我的 全部包裹都已經 開完了 OK 基本上我是覺得 很像沒有買到那種雷瓶啊 這樣看是都滿意的 可是我還沒有真正的去使用 所以要等真正的去使用 可能麥克風啊 還是一些 闖單的東西啊 DIY的東西啊 才會真正的懂 有沒有買到雷瓶 好 所以今天呢 我的影片到這裡啦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一定要按讚留言訂閱分享 還有開小鈴鐺 還有記得一定要Follow我的Facebook IG TikTok還有小豬 我們下個影片見 掰掰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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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